在大利亚公开赛,蓝蓝四分之一的一场焦点比赛中,中国对周宇面对日本队的话一神统张本志和。 再次做一个解析,经过六局激烈拨杀之后,最终周宇以大比分二比四输给张本志和,这场比赛深深震撼了中国球迷,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。 如今的张本志和实力实在太过突出,并且他还在比赛中将国拼的世界冠军周宇打得心态崩溃,虽然周宇一直都不是中国乒乓球蓝队的绝对主力, 但是他也曾夺得过全国冠军,并且还多次拿到过亚洲冠军。 在本次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上,周宇可是淘汰了许多高手才进入八强的,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周宇将会成功军机将本志和的时候,将本志和运用太快速的机球和机枪的个人实力,将中国队的大将周宇心态打崩。 比赛的第一局,周宇很快就拿下了比赛,而且周宇还曾经打出5比1的攻击波,几乎让张本志和没有还手之力。 但是从第二局开始,张本志和变开起了疯狂的输出模式,双方战成了1比1平。 第三局周宇再次展现出了自己在前三板上的优势,在拿下本局之后,他终于以2比1领先张本志和。 可是在最后的比赛中,张本志和完全掌握了场上的主动,并且都是在压制周宇打。 而在比赛的第五局,周宇甚至被张本志和打的心态失衡,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。 周宇能够在取得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。 这说明他目前的计、数实力和心态都出现了问题。 更让人感到沮丧的是,26岁的周宇正,处于一名平堂球运动员,状态自为颠峰的水平。 而他的对手张本志和今年只有15岁,还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,输给了比自己小11岁的球员。 周宇在赛后也表现得非常沮丧。 随后的比赛,使心发挥稳定,战胜张本志和。 但是应该说,这名日本神童的球技竞不省速,每一战都能在自己的履历表上。 著名又打败了哪位中国选手,此前马龙、张继科、白震东接连输给张本志和。 如今又加了一个周宇,看来这个小子的威胁越来越大。